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 我们聚焦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肺色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非常重视 据报道 俄罗斯策划暗杀德国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负责人 德国政府与国际伙伴合作防范此类威胁 德国表示不会被俄罗斯威胁所吓倒 强调保护措施已大幅提升 另有报道指出 俄罗斯安装的法院判处OSE官员14年监禁 OSE强烈谴责并呼吁立即释放被拘留的官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肺色 Nancy Fazer的眼中 德国面临的俄罗斯威胁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个紧迫而真实的问题 这周五 他在柏林接受德国新闻社DPA采访时 表达出他对此事的非常重视 肺色指责俄罗斯策划了一场 针对德国军火 制造商莱茵金属 Rain Metal 首席执行官的暗杀阴谋 这一消息首次由CNN于周四报道 引发了强烈关注 我们不会对个别威胁发表评论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 我们对俄罗斯侵略显著增加的威胁非常重视 肺色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他指出 德国正与国际伙伴和安全机构合作 竭力保护自己并挫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种种计划 他补充说 普京的政权旨在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我们不会被吓倒 自2022年普京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针对俄罗斯威胁的保护措施已经大规模增强 肺色指出 这些威胁从间谍活动 破坏活动到网络攻击 甚至涉及国家恐怖主义 他特别提到 今年4月 德国反情报部门成功阻止了两起可能的破坏行动 逮捕了两名在巴伐利亚地区活动的男子 这些男子被指控计划对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援进行破坏攻击 我们的安全机构行动非常一致 并防止了可能在德国发生的爆炸攻击 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防止俄罗斯在德国的威胁 肺色坚定地说 然而 即便如此 德国政府对于俄罗斯计划暗杀莱因金属首席执行官阿明 帕佩尔格 阿门帕布扎的报道仍然保持沉默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早在今年初就已发现此阴谋 并立即通知了德国安全部门 莱因金属是乌克兰军事技术和炮弹的主要供应商 帕佩尔格的安全自然成为了重中之重 虽然莱因金属和德国政府都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但内政部发言人马克西米利安 卡尔 马克西米利安 在接受《多伦多新报》采访时表示 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来自俄罗斯侵略的显著增加的威胁 卡尔指出 莫斯科的计划旨在破坏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他强调 德国政府绝不会被吓倒 自2022年起 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这使得德国成为俄罗斯眼中的主要目标 卡尔还透露 德国的安全措施已显著增强 涵盖了间谍活动 破坏活动 网络攻击和国家恐怖主义等多个方面 今年4月 两名德俄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其中一人被指控同意对包括美国军事设施在内的潜在目标进行攻击 企图破坏对乌克兰的援助 而在乌克兰东部分裂地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的一名官员则因间谍活动被判处14年监禁 这名官员名叫瓦迪姆·戈尔达 Vitem Golda 被自称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法院指控收集工业设施的情报 这些情报被用来指导该地区的导弹袭击 俄罗斯检察总长在Telegram上发布消息称 戈尔达的侦查活动导致的袭击造成了近一亿卢布 约110万美元的损失 OSCE总部位于维也纳 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谴责 称这是对参与国在国际法下承诺的严重违反 并呼吁立即释放56岁的戈尔达和另外两名被关押的OSCE官员 OSCE主席伊恩伯格 伊恩伯格和OSCE秘书长赫尔加玛利亚施密德 Helga Maria Schmidt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对戈尔达的判刑 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三名被拘留的OSCE官员 施密德在声明中表示 我将不懈努力 尽一切可能将瓦迪姆 马克希姆和德米特罗带回家 与他们的家人和亲人团聚 他还强调 在国际任务下工作的个人 如OSCE官员绝不因因履行职责而面临逮捕 骚扰或拘留 OSCE是一个由57个国家组成的政府兼组织 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 该组织自2014年起在东乌克兰部署了一个监察任务 直到2022年 该任务的延长被莫斯科阻止 当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这个非武装的平民任务负责观察和报告安全情况 并促进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 OSCE已经发布了多份报告 涉及与冲突相关的可能犯罪和俄罗斯武装部队 在乌克兰被指控犯下的反人类罪 与此同时 乌克兰最高检察官安德里·科斯廷 Andre Kasten也在周五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刑事法院 ICC起诉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 对基辅的奥赫马特迪特儿童医院 进行了导弹袭击 造成两名医院工作人员死亡 俄罗斯否认袭击了这家医院 但联合国人权使团表示 这家医院极有可能 直接遭到俄罗斯导弹的袭击 ICC已经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涉嫌犯罪 发出了六份逮捕令 其中包括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逮捕令 总结来看 德国 乌克兰和国际社会 面对着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 各国政府都在加强保护措施 并呼吁国际机构采取行动 然而 这场地缘政治的对抗仍在继续 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肺涩的坚定立场 和各国政府的努力 正是这场复杂 且紧张局势中的一线曙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Facer Nancy Fazer 强调了她对俄罗斯威胁的重视 特别是在近期 有关俄罗斯策划暗杀 德国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 Rain Metal首席执行官 阿明帕佩尔格 Armin Piperger的报道背景下 这起事件首次由CNN报道 根据美国和西方的情报机构消息 俄罗斯意图通过暗杀来 削弱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德国内政部长肺色 在对德国新闻社DPA的声明中强调 德国已经采取多项措施 以应对俄罗斯的各种威胁 包括间谍活动 破坏行动 网络攻击和国家恐怖主义 她表示 德国正与国际伙伴合作 以确保国内安全 并对抗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肺色特别指出 德国反情报部门 在4月份已经成功挫败了 两起破坏行动 当时两名男子在巴伐利亚被捕 并被指控计划 针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发动攻击 德国政府对此事态度坚决 表示不会被俄罗斯的威胁所吓倒 内政部发言人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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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强调 自2022年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的安全措施已显著提升 范围涵盖从间谍活动 到国家恐怖主义等多方面 卡尔还提到 德国调查人员 在今年4月 逮捕了两名设间谍活动的 德俄双重国籍男子 这些行为都旨在破坏 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莱茵金属公司是一家重要的防务公司 也是乌克兰军事技术和弹药的主要供应商 这使其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之一 对于暗杀计划的报道 莱茵金属公司和德国政府均拒绝置评 但肺色表示 德国的安全机构一直在积极行动 防止类似的威胁付诸实现 在国际层面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一名官员瓦迪姆·戈尔达·Vadimgoda 因间谍活动被俄罗斯安装的法院 判处14年监禁 罪名是收集工业设施的情报 导致导弹袭击 OSCE对此判决表示强烈谴责 并呼吁立即释放戈尔达 和另外两名被关押的OSCE官员 这些事件表明 俄罗斯正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暗杀和间谍活动 试图削弱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德国内政不长沸涩的声明 展示了德国对抗俄罗斯威胁的决心 并强调国际合作 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他指出 德国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防止俄罗斯在德国境内的各类威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我们必须重视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肺色的声明 俄罗斯的威胁不仅仅是虚张声势 根据CNN的报道 俄罗斯企图暗杀莱因金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明 帕佩尔格 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事实 你知道 德国可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火供应国 这就像是权力的游戏里的红色婚礼 俄罗斯企图在背后捅刀 不可小觑 哎哟 楚天书 别这么紧张嘛 我是谢琪琪 你这么说 就好像普京真的变成了哈利波特里的黑魔王 说真的 根据你所引用的CNN报道 这些所谓的情报可是匿名的美国和西方官员提供的 你懂的 匿名消息的水分可是大的像泰坦尼克号状的冰山 而且 德国政府对这些报道可是拒绝置评 甚至莱因金属公司也沉默不语 这岂不是像猎杀红色十月里的潜艇 潜在水面下的东西太多了 真假难辨啊 谢琪琪 这可不是泰坦尼克号撞冰山那么简单的事 你看看德国内政部长沸瑟说的话 他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提到德国安全部门已经阻止了两起可能的破坏行动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叠中叠的味道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不是什么匿名消息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 像冷战时期的间谍战 苏联可是有名的专家 现在俄罗斯继承了这份传统 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倒是想起了007里的间谍游戏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废色的言论其实可能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只要你看看当前的国际局势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敌对态度 那不就是一场现代版的冰与火之歌 确实有破坏行动 但谁说就一定是俄罗斯背后指使的 这些被捕的双重国籍男子可能只是想要拿到大逃杀里那种最后的奖金 而不是被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士兵 谢奇奇 我不得不说 你的比喻真是精彩 但我们的回到现实 俄罗斯确实在乌克兰进行了全面入侵 这不是什么兵与火之歌的虚构剧情 而是现实中的悲剧 根据德国内政部门的数据 自2022年以来 威胁德国安全的事件显著增加 这就像末日之战里的丧尸潮一样 一波接一波 你不能忽视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必须高度警惕 这不是违言耸听 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楚天书 现实确实残酷 但恐慌也不解决问题 你这么说 感觉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要出笼一样 是的 俄罗斯的行动有其危险性 但我们也要理智分析 不能被恐怖情绪左右 德国内政部长的言论 可能更多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 这就像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宣传 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内支持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理性看待每一个信息 不要让情绪和恐惧主导我们的判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德国内政部长南西菲瑟 Nancy菲瑟尔 可真是大动肝火了 据说俄罗斯计划对德国军火制造商 莱因金属的首席执行官进行暗杀 这消息让他几乎要跳脚了 菲瑟尔向德国新闻社DPA表示 对于俄罗斯的威胁 他们是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的 怎么能呢 这可是在说普京啊 这位大佬的计划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 从间谍活动到破坏 甚至是网络攻击 无所不包 菲瑟尔还说 自从普京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的保护措施就加倍了 连他们的反情报部门都在4月份破获了两起可能的破坏行动 看来德国真的是动真格了 普京你可得小心点啊 除了肺色 德国政府也一再表态 说他们不会被俄罗斯吓倒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早些时候发现俄罗斯打算暗杀莱因金属公司的CEO阿明 帕佩尔格 这位可是乌克兰军事技术和炮弹的主要供应商 美国一发现这事 立马通知德国 德国的安全部门也迅速行动 保护了这位大人物 说到这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马克·西米利安 卡尔 Maximilienko 也补充了几句 我们知道普京的政权最想要的是破坏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德国绝对不会下岛 反而会更加提高警惕 从间谍活动到破坏行动 德国都会严加防范 这边德国忙着对抗俄罗斯威胁 那边俄罗斯也没闲着 最新消息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法院 这次他们可不是在搞什么小打小闹 而是对一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官员判了14年监禁 罪名是间谍活动 同时 还有两名OSCE官员也被以判国罪判处13年监禁 这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啊 OSCE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呼吁立即释放这三名官员 OSCE主席伊恩伯格和秘书长赫尔加 玛利亚·施密德也毫不含糊 表示将近一切努力让这些官员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他还强调 国际任务下工作的个人 不应因旅行职责而面临这样的危险 俄罗斯这次的行动 让人不禁想起他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以及那次对基辅的奥赫马特迪特儿童医院的导弹袭击 这次袭击造成了两名医院工作人员死亡 真是让人愤怒不已 俄罗斯虽然否认了这次袭击 但联合国人权使团表示 这家医院极有可能直接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这边的ICC也没闲着 已经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涉嫌犯罪 发出了六份逮捕令 甚至包括对普京的逮捕令 总的来说 这次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各国安全部门的辛苦工作 德国内政部长沸瑟和他的团队展现了坚定的决心 不会被任何威胁所吓倒 而OSCE也在国际舞台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力求保护自己的官员 这一幕幕真是既惊险又激动人心 未来的国际局势如何发展 可真是让人拭目以待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